为了推广竹山镇以及陆古乡的竹产业 由南投县竹路文化艺术观光协会 在县府文化局的协助指导之下 特别在竹山镇名善事办理竹音乐 以及竹舞蹈的成果展活动 场面相当精彩 优美又好听的音乐 再加上舞蹈表演 让所有来到现场欣赏的民众 看得是相当投入 这是永南投县竹路文化艺术观光协会 在县政府文化局的协助指导 特别在竹山镇名善事举办的竹音乐 以及竹舞蹈成果展活动 场面精彩热热 那我们这个竹的运用 就是利用竹节跟长竹竿 竹节的节奏不一样 然后跟高低层次的不一样 还有竹竿跟舞者之间的一个画面 保有竹竿舞的原来的心快 同时呢 就是又展现出它的薄泼俏皮的美感 多趋向于我们的一个民谣 那最大的特色 配合我们这次的一个营造方案呢 我们是跟舞蹈合作 然后最主要是加入音乐 叫Tinkling 它本身就是竹竿舞的音乐 那我们也尝试着用自己的一首歌 由满山春色跟桃花过渡合起来一首歌 就是这两首歌 也是我们这次社区营造方案的 最大的一个发展方向 竹鹿文化艺术观光协会 自成立以来就积极推展竹山在地产业 也因为发现竹产业大部分 都是静态活动较多 才会开始成立竹乐团并结合舞蹈 来创作生动活泼有动员的特色表演 我们今年结合竹山的竹舞 就是乔治舞导团 还有聘请台湾主委团副团长 来竹山教我们的文化 落地扎根这个平台 希望有我们竹爱的文化 也要先向我们竹山入国 带来观光的热场 竹乐团结合竹舞蹈的演出 完全展现社区居民的活力 以及竹工艺与在地特色 相信在各界的协助辅导之下 可以继续将竹子特色文化艺术 宣传给更多人看到